Hello 大家好 我是东哥 我发现现在有些人已经反美反的走火入魔了 只要是能够反美 其他一切都无所谓了 我能理解你去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也能理解反对以色列 但是我实在无法理解 去支持哈马斯 包括一些 大兵 其中就包括那个家脑袋的 这种人 依然在给大家洗脑 你看看这个人 在美国 的视频他说的是什么东西 对吧 他怎么来 来说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他在美国的时候说到 当然我 我 我觉得可能这个是这些视频在国内看不到 对吧 但是他在国内 又怎么说的 对吧 两面人 就是纯粹的两面人 就给 普通人来洗洗脑子 首先第一个 这次哈马斯的攻击有没有伤害到中国人 有吧 三个中国人不信 遇难了 两个失踪了 我看到有些人评论说 哎 你这西方媒体你能信的 他们说话你怎么信 这不单单是西方媒体说的 对吧 你去看一下外交部怎么说的 对吧 我们自己的外交部也承认了吧 然后我看到最扯的一个评论是什么 这个人绝对是不是纯就是坏 他说 哎呀 哈马斯 这样他们 攻击他们也分不清楚呀 他们可能也是无心的 你说这个人是蠢还是坏 这样提哈马斯来洗 那我就想问一下 现在以色列无差别的攻击 夹杀 对吧 原来他们是一动我一动我杀的 现在是一片一片的轰炸 那是不是就可以灌上正义的帽子了 对吧 哎呀 不小心轰炸到了 是不是这事情就做对了 所以你看这种人 到底是坏还是蠢 那我再告诉你一个事情 哈马斯是不是无心的 我们有一个建工的工人 很幸运 伸中两枪 活下来了 他接受采访的时候 明确说的 哈马斯知道是中国人 但依然开了枪 他是幸运的活下来 但是 他其他人他的同伴 不信 他们明确表达了 我们是中国人 没有用 那为什么你看不到呢 对吧 这个东西在 我们这边是看不到的 我就很奇怪 就是说 呃 泰国 对吧 那个妈妈不幸被泰国 少年给枪杀了 能上热搜 但是 哈马斯干的这个事 三个中国人 还有两个人失踪 上不了热搜的 人更多反而上不了热搜 为什么 方向不对嘛 因为不符合某个方向嘛 对吧 所以你就看不见 可能有一些 我看到可能有一些少部分 媒体在说 但绝对是没有流量的 更别说上热搜了 还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 哈马斯到底能不能代表巴勒斯坦 能不能代表巴勒斯坦人 就说一点 我要说的隐晦一点 因为之前有人 说过这个东西就被卡了 就是 哈马斯的领导人 过的什么样的生活 巴勒斯坦人民过的什么样的生活 大家去看一下就知道了 为什么 巴勒斯坦的 高级领导人 是在 卡塔尔的 他们在卡塔尔过的什么样的 生活 对吧 即使是在加沙的 也去跟普通 人民比 那么多援助给到了巴勒斯坦 对不对 有多少真正进入 当地人民的 有多少 是进入哈马斯的 为什么哈马斯的 领导人 都那么有钱 光这这一点 哈马斯是正义的吗 对不对 更别说他搞那么多暗杀活动 汽车爆炸 自杀式爆炸 所以 哈本你们想想 对不对 不是说 一切的反美都是正确的 反美也是需要有底线的 也是需要有人性的 好吧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 拜拜